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网友 今集中秋有何特别节目 我有个好介绍给大家 就是我们的大南天梯 深水埗大南街173号 今年这个中秋节很特别 首先我们有个花灯 刑中秋的晚会 哇好壮观 还有就是 收藏达人市集 哇厉害了 有很多怀旧的电影 还有很多古灵精怪的珍藏 产品 大家记住记住 如果没有东西做 有东西做 都要来大南街 看看我们这些特别的夜晚 OK 等你啊 文俊讲这些 讲那些 最终请来 开台以来 最有份量最重要的嘉宾 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们香港 編剧界的祖师爷 我仰慕已久的 千万不要这么说 刺官 刘天慈 刺官 刘天慈 有很多人呢 就说去考过 最终的编剧 人工又少啊 最初就是训练班 那样 刺官 你当然见证着 是怎样成为一个 培养 不断培养到人才的一个体制呢 当年呢 梁淑仪 就斗赢了中景辉 是 斗赢了蔡和平 嗯 用斗字呢 好像 有些无核味道 有些无核味道 但是呢 不用斗字呢 就不知道 不能够解释当时的凶险 是啊 所以中景辉去了麗的 是 有些人去了 第二个台 第二个台 最重要呢 就是他成立 那时候呢 就叫做 program development department 节目策划 发展 发展部 经理 是 他是三权分立的 是 真的是三权分立 行政司法立法 抱歉 现在没有了 全世界都 中景辉呢 就是 是 节目部 经理 是 嗯 初华萍呢 就是 中美部 制作部 嗯 这个 梁淑儀 梁淑儀呢 是 节目发展部 经理 嗯 其实呢 大家都弄断了工作 是 那么 节目部呢 也 管理了 制作 制作 制作部呢 又管理了 是 很多时候呢 是 总之很混乱的 很混乱的 混乱才可以有 权力的 争夺了嘛 是 那么呢 许冠文先生呢 就是我恩师 是 首先呢 就设立了 训练班 嗯 哦 是他提议的 他提议的 是 那么 邓偉雄 就负责 嗯 那么我呢 因为我还在读大学 是 所以邓偉雄 不一业 不一业的了 嗯 嗯 嗯 邓偉雄呢 就跟着 許冠文呢 就 一起 一起 做好 这个工作 嗯 嗯 希望呢 就在这里呢 發掘些人才出去 嗯 我记得呢 只有一个人呢 将第一届 毕业之后呢 是可以 无线 請到差不多七几年 八十年代 是 叫何康桥 哦 你记不记得何康桥 何康桥是写七个女性的 是的 没错 何康桥 是 其他 人等呢 都差不多 没了 没有了 那我有兴趣去问了 嗯 第一个就是光动全香港的 除了这个狂潮 狂潮是谁是主创的 是的 五夜情 是 这本书呢 是 这本书呢 是 是 是黄竹君小姐 带来无线的 嗯 嗯 交给邓伟雄 嗯 来创作 嗯 邓伟雄呢 就用 请了一班 无线电视 嗯 无线电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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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卓山周报 那一班 那一班班底 嗯 就是罗卡 是 吴浩 金炳卿 是 是 他 又邀请了一班 是 台湾来的 嗯 譬如 譚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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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譚寧 是 那杜梁提 是 陳芳 是 是 那班女将 是的 那些女将 你帮他手 为什么我会提狂潮 因为跟着我想提 家辩 是 家辩就是陈允文 Joyce 陈允文是 是否由头到尾都 不属于TVB体系的呢 因为后来的追逐也是陈允文的 是 那陈允文是怎样呢 陈允文 我不要听说一句 就是我炒了鱼鱼 哦 有些是非恩怨在那儿 人家靠我的头 你炒了鱼鱼 为什么会炒鱼鱼呢 因为他是好的編剧 但是他交得迟 哦 没有准时交货 没有准时交货 我们最重要就是准时 meat the deadline 是 他是故事的创作人 是 亦是第一集 第一五集 嗯 分段的头五集 分场 分段的总负责人 是 他是总负责人 那 谭玲啊 陈芳啊 那些全部就跟着他 跟着他 他创作的 那 你讲的是家辩 这个家辩 是的 是的 那家辩呢 就是我 我们当然 陳稳文到现在 有时在Facebook上面 都很活跃的 有时我都见到他 譬如好像 許安怀的第一部戏 《封劫》 是的 他寫得很好 寫剧本的 好了 那由陳稳文 我就想到一个 一路帮他寫剧本 叫做林奕华 林奕华呢 就听说 跟金国亮 另一条线的 金国亮 之后 我知道 原来 他第一个 启佛他的人 是刘方刚 就是 是他老师 就是艺訓班的校长 他是 他本来是 王淑儀的第一个老公 王淑儀的第一个老公 是 当晚呢 我们一起打牌 是 那 他住在朱石伦楼上 是 那一起打牌 是很好朋友的 奈何呢 他个 因为他年纪大 是 那 王淑儀呢 就 青春少孝 青春少孝 十凌岁 十八岁嫁给他了 当年呢 是 他拍的这部电影叫做《家有言妻》 哦 《家有言妻》 都是郭泰的 郭泰 他呢 是 刘方刚呢 是做导演 是 王淑儀呢 是做长忌 哦 那时候都未考 艺訓班 未考 哦 我以为 如果刘方刚是因为考了艺訓班 去娶王淑儀 就好像有一些 原来是 即未在TVB 已经是认识的 是的 是的 那我们呢 当年呢 就是在 在 刘方刚的家 是 认识王淑儀 是 王淑儀呢 常常上去 探望刘方刚 是 兔子牙 真的很漂亮 是的 真的很漂亮 很青春 是 而且呢 现在 说起来 没有一个演员 及王淑儀那种魅力 书劍恩仇六做李子弱 是的 是的 你还记得 我记得 我们那一年多 金庸呢 很赚两个人 不是赚程雪秋 不是赚陈家乐 是赚王淑儀 和李仙奇 不是李仙奇 王明泉 又不是王明泉 是谁 好上知 是 是 做陀背仔 那个 做陀背 后来 出来 发现 他是万能泰斗的接班人 陀背仔就是 盧海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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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他最初一团 没有做陀主前 他分开两个人 主持一端 一个就是王晶 一个就是吴雨 刚刚装 就是吴雨 就是用吴海鵬 吴雨 就是家人 寫剧本 給兩個人做 而劇本的質素相當好 當然 現在寫不回 當時是編劇比賽 終於黃精得到 第一 是聰明的人自然是聰明的 是的 你猜不到 此官 趁我們這集結束之前 我還想聽多些有關金國良 因為金國良的山上有相逢 他的對白是另外一派的 另外特色的 後來輪流轉就是另外一個故事 我們下一集再講 金國良是藝訓班 怎麼會轉為編劇導演呢 他最初是藝訓班的藝員 但是他寫得很小 所以羅方剛鼓勵他 教了他兩三道功夫 叫他盡量寫 他用他自己在澳門的姨媽姑姐的對白 你寫了劇本 山水 山水 又相逢 又相逢 在我來說 是超越了一個時代 他是中產階級的寶物 因為TVB是以勞虎大眾為主 是的 很少優皮 許冠文當年有個教導 他說 你知不知道誰是拿著鏡頭控制的 阿媽媽 阿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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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頭角順手 是的 又叫牛頭角順手 是的 他主持大局 如果你不適合他看 他轉台 所以那些叮叮的聲音就叮不出來了 沒錯 你明白 就是 許冠文教導 我們 很欣賞金國兩大 不出聲 他是超越了 超越了你們的同時代 同時代 他是進一步 他是中產階級 他現在的作品 就適合現在的 所以阿金先生 就不是你的弟子 但是在創作界 編劇界的 江湖地位都有一直 這個可以這麼說 是 我跟他相處 就是輪流轉之後 就為了補償輪流轉 要剪了 腰斬 所以 我給了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 就租了 那個片廠 劉芳先生做廠長 是 劉芳的女兒做廠長 是 清水灣片廠 是 全個片廠 就搭了一個景 是 就是撿倒簿 喔 撿倒簿 就有 好像有劉克孫 馮水瓣這些 劉克孫 我還親身去 講劉克孫 現在才明白 為什麼他要劉克孫 原來 原來 他要 全部 唱加班都唱得到 喔 好 幸好你去請劉克孫 如果不是他的兒子 劉智榮在麗的 就不輪到你請了 對嗎 對 沒錯 下一次再講 好了 今天呢 我們就和我 沒有我們 我 就和阿次官 細說 兩個電視台的編劇 麥樂源流 就是由 許叫文才是祖師爺 到阿次官第一代弟子 另外龐級 陳韻文 金國亮 大家如果是 對於 我們香港影視界的編劇行業 有興趣 相信都 在這一集 得一不少 我們休息一會 和阿次官喝杯水 我們回來 我就想說 對你人生可能是 第一次最大的事件 就是陸君子事件 好嗎 我們休息一會 繼續訂閱 分享 看廣告 這些要宣傳一下 一定要 一會見